我们之前可能用过一些桥接工具 比如这个 在传递到Ryzen UV 展好 UV 后 再导入回玛雅 会有一定概率 UV 没有传递回来 也有可能发生 UV 只传递了一部分 另一部分却丢失了 我们今天出场的主角 这一款桥接工具 它不仅能顺利地传递这个散模型的 UV 甚至这么多零件的完整模型 它都能一次性完美传递 那么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实际测试一下 它到底完美不完美 第一位接受挑战的选手 是这一位单体模型一只鞋子 我们首先先打开这个插件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这种长条形的面板 我们不需要管这么多的命令 我们只需要注意四个地方 一 二 三 还有这个地方取消勾选它就可以了 第一个 Run Ryzen UV 就是点它将打开我们的 Ryzen UV 我们点一下 Ryzen UV就顺利地打开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它的传输效果 我们先选中这个模型 点击这里的按钮 Export 也点击它 就是将玛雅的模型传输到 Ryzen UV 里 为了看出 UV 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随机地对它进行一些旋转缩放 然后点击Country 加 S 保存 回到Money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 Import 这时候就发现 像这种单体模型的 UV 就顺利传递了 那么不止一个模型 它能不能同时作业呢 第二位选手将带来双倍的挑战 它就是鞋边有挖 当前我们可以看到 场景里有一只鞋和一只挖 它们是两个分开的模型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两个模型可不可以同时对它进行传输和 UV 的修改呢 我们点击这个 Export 很快 UV 就顺利的传递过来了 我们对它进行快速的修改 按住 P 键对它排布一下 然后再按住 Country 加 S 保存 这边再点击这个 Import 此时我们对照 Ryzen UV 会发现 UV 已经完美的传递过来了 那么不止两个模型我们再将模型的数量提提高呢 第三位选手将突破模型数量的上限 它将是一个完整的角色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是一个完整的角色模型 而且它的分组已经是按照规范来分 每个分组底下的模型命名也是按照规范一个一个清楚正确的命名 这时候我们来测试这么多的模型一起传输过去 它会不会有问题呢 我们选择到它们所有 点击这个 Export 从界面下方的进度条 我们可以看见模型正在传输 差不同于之前的桥接工具 每次点 Export 都会打开新的 Ryzen UV 界面 而这个插件它每次只在当前的 Ryzen UV 直接传递过来 为了看出 UV 的变化 我们快速地对当前的 UV 进行一些旋转缩放 点击 Country 加 S 保存 这边我们再点击 Import 进度条读取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UV 已经顺利的传输过来了 所以它在我们完整的做一个模型的时候 也可以大胆放轻将我们的模型传递过去 若我们的命名打阻没有当前的这个案例这么规范呢 会不会出错呢 第四位选手他将不受任何约束 他的命名是混乱的 组是乱打的 比如这个小机器人案里 他的组和命名完全是按照系统随机默认产生的 一般我们不在做项目 在做个人的练习或作品的时候 往往不会那么严谨 那么在如此混乱的打组和命名下 通过这个桥接工具可不可以让这么多的模型 也能顺利的传递 UV呢 我们测试看看 选中所有 然后点击Export 然后稍等一会儿 我们再对他的UV进行一些随机的旋转说法 然后再点击Country加S保存 这边我们点击Import 此时我们可以对比观察一下两边的UV它也是一致的 所以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 当前的这个桥接工具呢 也是可以将他的UV顺利的传递 那么最后我们为了测试这个插件的极限 我们再给他加一点点难度 第五位选手 它甚至都不来自玛雅的世界 它将带来跨次元的混沌 比如说我们上网下载了一个模型 但它是Max模式 而且它上面有着非常多的这种颗料细碎的模型 那么它可不可以顺利导入到玛雅里 然后禁得出我们的挑战呢 我们先将它导出成FBX格式 我们在玛雅中顺利的导入了这个FBX模型 此时我们会发现模型上有许多碎的这种佐料 它们是合并在一起的 为了增加我们的挑战性 通通将它们分离开 此时会发现我们的模型碎成了一团 展开大杠 会发现这里充斥了非常非常多细碎的模型 来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插件的上限在哪里 点击Export 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加速视频没有多久 但是我在导入的这个过程中 足足花费了有一分钟的时间 导入成功后 我们就用自动算法 来给它展出一个快速的结果 接着我们按Country加S保存 回到玛雅中 我们点击这个Import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挑战会不会成功呢 关于这个插件的地址 我会写在视频简介和评论区 另外要注意的是 此插件以支持玛雅2022 只要你不要按住键盘的三键圆滑的时候去传递UV 它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若你想系统学习 这边还有一个我录制的Ryzen UV2020全面教程 等待你去挖掘 感兴趣的你可别忘记查看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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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